有心 親自下場玩遊戲 甚至意猶未盡 每一關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都很好奇 走 看大家玩得那麼起敬 柯文哲當然也高興 但自家人很不客氣 在座山間 是一個重要的女生 會不會很棒 不要嘴硬 再讓我們帶你來吧 我們很棒 我們很棒 火烤環節背景大途放上鄭文燦 要他小心可能有同樣遭遇 柯文哲看來很無奈 因為左右都被輪番大酸 看來再次掉進2024藍白河漩渦裡 還傳出柯文哲 柯文哲一度後悔當初藍白河破局 藍白河 如果是和平的河 這沒問題 合作的河可以 合併的河我感覺困難 DNA差太多了 整排花欄中柯文哲注意到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的祝福 日前自家人也一度和柯文哲 在議場前聊藍白河 2026有沒有可能柯文哲沒鬆口 先把檔慶遺失高雄 檔公職全出動 但前立委蔡秘如中途默默加入 第五 他們在一起 也有粉絲排隊合照 沒加入檔慶主題遊戲 和柯文哲唯一的互動在這裡 正進去的 來 報名的時候就要參加嘛 那你要不要玩遊戲 那一開始我是說 我要報名要參加也要玩遊戲 不過他們跟我說額滿了 我就說好 那我就出席就好 當慶瞬間變成大型粉絲 見面會 民眾群聚包圍的對象 今年多了黃國昌 就怕再被見縫插針 當慶先展現團結力量 TVS新聞社會議員 佩玉剛有長報導